各位好 現在我要來介紹 如何挑選一雙適合你的鼓棒 如果你是一個初學者 你走進樂器行 看到有那麼多不同規格的鼓棒 我覺得在挑選上面的確是有點困擾 可能你的老師會建議你某個品牌的 某一個型號的鼓棒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參考他的建議 那當然 最實在的做法 就是我等一下 我現在就要分享的做法就是 你直接挑選一雙鼓棒 覺得揮起來還可以 你揮得動可以敲得了的鼓棒 作為日後比較的基準 那如果你現在要我的建議一個 也許某一個品牌或型號的話 我會建議大部分品牌的 5A的型號的鼓棒 可以作為一個基準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嬌小一點的人 手比較小 或者是要給兒童使用的話 也許你可以選擇7A的鼓棒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那有了一雙作為 開頭有一雙還可以的鼓棒 你打了一陣子之後 你可能會想要換另外一種規格的鼓棒 也許是不同的型號 不同的長度 不同的重量 或者是不同的鼓棒頭 到時候你就會感受到這些規格上的差異 那也許在你的演奏技巧提升了 或者是你喜歡的演奏風格也有所改變了 這些適合你的鼓棒 所謂適合你的鼓棒 這個標準其實就會一直改變 這個答案也會一直改變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可能會在某一段時期 有你喜歡使用的鼓棒 但是在過了一段時期 這個是會改變的 那所以先有個開始 這是給初學者的一個建議 我建議5A或7A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開始討論一些比較深度的內容 就是關於鼓棒的一些規格 先從鼓棒頭開始說起好了 這個鼓棒頭我們會說是Tip 那一般來說說棒頭 鼓棒頭 那其實英文就是說Tip 應該也許會有人說head吧 我記得大部分是說Tip 然後這個棒身 是應該就是Shaft 就是這一根最最等粗的 這整個棒身握住的地方 在尾端這個地方有人說是but 也有人說是and 那不同的品牌對他們的 鼓棒的這個部位名稱介紹會略有出入 那像鼓棒從這個比較細的這個地方 一直到這個比較粗的這個位置 就是到剛好到最粗的這個位置 這一小段 這個位置有人說是shoulder 肩膀那個shoulder 但是也有別的鼓棒的品牌 他說這一段就是他們家鼓棒的shoulder 那這只是名稱上的差異 那有人則是說這個從細到粗的這個過程 我們這一段叫做taper 就是不同的的名稱 那有人說這一段是neck 是脖子 就是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 他們所指的是哪個部位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講這些部位 在怎麼樣影響你的選擇 首先這個我們會先說注意這個鼓棒的這個taper 我會說taper我習慣這樣講 那你也可以說shoulder也可以 這一段的長度如果是比較短 也就是說鼓棒從很細的地方 在很短的距離內就變得跟棒聲一樣粗了 這樣子的鼓棒在力道的傳導上面會比較足 就是你在敲擊的時候你的力量敲在鼓裡面 會覺得力量傳導的很紮實 會很有力量感 那如果這一段這個從細到粗的這個地方 拉的比較長的話 他用比較長的距離才變成跟棒聲等粗 這樣子的鼓棒在反彈的時候的手感會比較優異 你會覺得這個鼓棒很容易就彈起來 這個大概會是這樣子的差異 但是其實你都可以透過你握鼓棒的位置 這個姿勢去調整彈跳的手感 所以這個當然如果你習慣握在固定差不多的位置的話 那你可以去依照這個taper的長度 來決定你要選擇什麼樣子手感的鼓棒 這是其一 再來我們要講的是這個鼓棒頭 棒頭的這個材質跟它的形狀 有各種不同的材質 有人說是方形頭圓形頭三角形頭水滴形的頭 有各式各樣的形容 但你實際上在樂器上你就會看到了 我們在這邊一一介紹各式各樣的頭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意思 因為我們直接說明這些頭會帶來怎麼樣的影響好了 如果這些鼓棒的棒頭 它敲在你的鼓上面 像是小鼓或者是tomtom 它的影響其實不太大 頂多就是這個頭大或小 比方說三角頭也有大顆的三角頭 有小顆的三角頭 各種不同的頭 敲擊也頂多是影響到一點力量的傳導 但是它真正有所差異的 你會感受到這些頭的形狀帶來最多差異的時候 是在打在ride的時候 也許hi-hat 但是我覺得最明顯是在ride 在riding的時候會最明顯 因為它們不同的這個頭啊 它在敲擊到這個ride的金屬表面的時候 接觸的面積略有不同 那有的接觸的點很小 有的接觸點是略為長條形 它們接觸面積不同 所以它們產生的震動方式也會不一樣 力道傳導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聲音不一樣 當然也包含了鼓棒本身的材質 也有所影響 這我們等一下說 就是說當你如果前面的頭是 尼龍頭的話 尼龍頭的材質 你會覺得這個聲音很亮 刺刺的很亮 但有人喜歡這個聲音 它需要這種亮亮的聲音 它就會選用尼龍頭的鼓棒 那大部分的時候鼓棒 你是會看到的是木製的 就跟磅聲是一起的 只同一個材質 木頭的聲音就來的比較溫暖一點 那這跟磅聲的材質也有一點關係 如果你用的是像 像橡木 Oak 那就很硬 聲音可能會更亮 但是大部分是山胡桃木 就是Hickstree 這個聲音就是 我們一般來認為會比較中庸一點 如果有機會使用像Mapple 就是蜂木 蜂木材質的鼓棒的音色就很溫暖 而且充滿了木頭的共鳴聲 如果你希望你在敲擊Ride的時候 可以聽得到這種來自鼓棒的 這種木頭共鳴聲多一點 也許你會更喜歡 蜂木的鼓棒 大致上這是幾個主要的材質 這是磅聲材質造成的差異 那其他還有一些什麼規格呢 就是關於鼓棒的這個直徑 這個粗細的直徑 以及鼓棒的長度 直接介紹一個我習慣的長度好了 我習慣的長度大概是406厘米 一般來講就是406公里 這樣子的單位 那這個直徑我習慣的大概是14.1厘米 就是1.41公分這樣子的直徑 但是這一陣子我開始習慣比較粗一點的鼓棒 我喜歡握感再多一點的 跟我的打擊方式調整也有一點關係 所以我開始喜歡大概是14.7厘米的直徑的鼓棒 大致上是這樣子的差別 那我覺得這個握感會更舒服 當然更粗一點我可能就會覺得沒那麼喜歡 但這是我自己的改變 那對於每個人 我相信他的喜歡各種鼓棒跟 這個改變的歷程都是有所不同的 好那我順便就最後來介紹一下 這一陣子我所使用的這些鼓棒 過去的這三四年間 你可能看到我在其他影片裡面演奏的鼓棒 最多的是這個Vicberts的AJ3 就是American Jazz的第三號 因為他有好像從到六號吧 我記得是這樣子 那我用過American Jazz AJ2 然後AJ3 還有其他的型號 那2跟3用最多 2的握感也是比較粗一點的 那3比較細一點 AJ系列的頭都是三角頭 這一系列的鼓棒就是 彈跳的手感很好 很容易彈起來 那在作為在爵士樂演奏 在riding上面 在ride上面去點 去彈跳的時候 那個手感會感覺很好 但是他的 你想要暴力演奏的時候 你可能要多用點心去 注意你的揮動的揮擊的這個動作 力量傳導才會比較扎實一點 基本上我喜歡的長度都差不多 都是406厘米 這一雙是 Smino的Standard 7A 他的7A的鼓棒 基本上我覺得敲擊的手感 還算不錯 我也很喜歡他的這種木頭的共鳴聲 是一雙我覺得算是滿好打的鼓棒 我覺得品質很穩定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都是滿好打的鼓棒 但是他的我覺得力道的傳導更弱一點 我想要更激烈的操作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讓我覺得很沒勁 就是我的用力的運作效率比較差 然後是我買了一陣子 然後最近才開始用的一雙鼓棒 是Vic First的這款NE1 我一開始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款 這款鼓棒 然後慢慢才知道 好像是另外一個非常 在爵士鼓教育界非常有名的 是Johnson嗎 是他的Mike Johnson 他的他的簽名鼓棒 好像是這樣子 如果我有錯誤的話 再請糾正我 那這雙鼓棒 我必須承認他是超級好打的 我非常喜歡 他有很長的Tapper 但是他的頭跟剛剛前面那三角頭 比較不一樣 這個頭是我很喜歡的 我記得以前我也很常使用一款 Veter的8A的鼓棒 那一款鼓棒速度很快 超級很精準 也是型很類似這一款 這一款NE1 但是這一款NE1有一點不一樣 是他的握感比較扎實 他的直徑 骨棒棒身的直徑大概就是14.7厘米 那這一款我覺得握感非常的好 那也不知道是不是我這雙骨棒 跟其他的貨架上其他的骨棒不一樣 我也沒有看到 好像沒有看到類似相關的說明 純粹是我的手感的感覺 我分享一點讓大家去體會看看 如果你用這雙骨棒 你可以告訴我你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發現這雙骨棒大約在中間的這個部位 就是我現在手握住的這個地方 感覺粗了一點點 在視覺上我幾乎看不出來 但是在這個位置上面比較粗 我不曉得這是一個刻意的設計 還是有什麼樣子的原因造成這樣子的現象 那我如果要我去猜測 為什麼要設計這邊粗一點 也許是讓這邊握的時候 前端這邊可以多一點點重量 如果你是習慣敲擊的時候 骨棒一直含在你的手掌心當中 你透過手掌的鬆緊去握去控制 然後讓你的手腕活動非常靈活的 比較不是以拇指指指點為主的 以腕力為主的這樣鼓手 也許這樣子的 的一點點的增重 也許會有會有幫助 我不是很確定 那如果各位能夠知道 為什麼這個地方這樣的手感 或者是這雙是剛好是一雙很奇怪的骨棒 我剛好買到特別奇怪的一雙 那也讓我知道 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好那這個也是偏長的Taper 這個地方 那也使得它的彈跳的手感非常的好 速度又快 但是力量傳導也好 那這個顆粒非常的紮實精準 那但是這樣子型的頭 它在變換骨棒在敲擊Ride的時候的角度 你不管變換什麼角度 它的聲音基本上變動沒那麼大 不像三角頭的音色變化會比較大 如果你是一個習慣用角度來變換音色的話 我覺得那這樣子的骨棒 可能就你會覺得怎麼打聲音都差不多 變化沒那麼多 再來一雙 是我在教課的時候很常使用 我自己在練習跟訓練的時候很常使用的 像的這個5A這一雙的骨棒 這一雙骨棒就是超級重用 重用到爆炸的一雙骨棒 但是又非常的好打 那只是作為爵士樂鼓手使用的話 我覺得它 我覺得其實爵士樂鼓手有些會使用很粗 很有力量的骨棒 所以我並不是要告訴各位說 選擇很輕很好彈跳的 才是爵士樂手該有的態度 並沒有那樣子的事情 只是我之前不太使用比較粗的骨棒來打 那這一雙也不算粗 它就是相對中庸的骨棒 作為練習 作為你沒有特定的樂風愛好的話 作為一個從入門的到一個很認真的演奏者 到你要錄音 你要去上台做演出 這一雙骨棒的品質都還滿值得信賴的 那只是我後來由於這一雙 VIGFIRST NE1 我感受到了這個握感 我以前也握過這樣子的握感的骨棒 但是我現在的演奏習慣跟手感有些改變了 導致我比較喜歡這樣略粗一點點的握感 所以我就更愛好這種粗一點點的感覺 就是14.7厘米的 那所以後來我最近又更喜歡了這一款 這一款就是醬的55A 因為它的握感跟這個 跟VIGFIRST NE1是一樣的 是一樣 但它中間沒有這個略微粗一點點的感覺 那頭是三角頭 透過角度的變化 可以帶來比較多音色上的可能性 但是這個TAPER就是正常的 就是沒有像這個NE1這麼長 所以這是一個正常的TAPER 那這個敲擊的時候它的反彈感 就是正常標準 那你就要更多的靠你的手腕的能力去控制 我希望敲擊的聲音顆粒可以再大一點 所以我接下來應該會更多的時間 使用這一款醬的55A股棒 但是過一陣子我也許又換了 但是在這邊先分享一下 就是初學者你可以怎麼樣選擇股棒 就是買了再說 然後不斷的去嘗試各種股棒之後 去比較你的手感 那至於剛剛我說的數字 什麼直徑是14.1啊 14.7啊 然後長度是406啊 有些會更短 有些會短到390幾 有些長度會長到410幾 這些不同的數字都只是作為一個參考 當你擁有了第一雙 你使用到非常的熟悉 並且可以記住它手感的股棒之後 由根據它的規格 根據它的直徑的規格 長度的規格 或者是它的TAPER的長短 那你可以去比較下一雙新的股棒 你不用真的去帶回家打一陣子以後 你才知道 你可能在網路上光是看一下它的數據 看一下它的材質 看它的形狀跟長度 你大約就可以猜測到這支股棒 會不會是你想要的 那我覺得規格是 讓你有一個這樣子的方向 在演奏之前 你就可以大約的猜測到這支股棒 有可能帶來什麼樣子的手感 你不用花太多的時間去 測試一些可能不是你要的方向的產品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